馬爾代夫逐印軍 強調國雖小 但不可期 有的 它沒有給你 有的 它沒有給你 有的 它沒有給你 它在大國真是不用 它容不得犯了一點的錯誤 馬硬唇槍舌戰 推翻印度優先 要讓印度洋成為印度的洋 馬爾代夫不會在任何 兩個大國之間選邊站隊 鳳凰聚焦 馬爾代夫走自己的路正在播出 歡迎收看《華潤鳳凰聚焦》 扼守著印度洋樞紐位置的 馬爾代夫最近吸引了全球的關注 這次不是因為它 驚世的以你風光 而是因為它與鄰國印度之間的 一系列動作 這兩個鄰國 一個是南亞最大的國家 一個是亞洲最小的國家 馬爾代夫向來仰仗著印度 甚至被印度看作是自家的後院 然而最近 兩國的關係 驟然跌到了谷底 究竟是為什麼 比起中國人熟知的馬爾代夫 陽光 沙灘 小島 世外桃源般的美景 浮現眼簾 但現在這個度假勝地 正陷入一場場風波之中 1月22日 馬爾代夫允許中國科考船 向陽鴻03號停靠馬類港口 此事卻被印度媒體大作文章 幾個月來 馬爾代夫的做法 頻頻遭到印度輿論指責 近日來 這態勢有增無減 2024年新年一時 莫迪在社交媒體的個人賬戶 貼出了一張在優美的海灘悠閒的作者 跳望遠方的照片 碧海藍天的圖景 卻引來無數國際媒體的報導 他們認為莫迪賽徒有深意 他的鄰居馬爾代夫總統穆伊茲 將在5天以後訪問中國 1月14日 剛剛結束訪華之理的穆伊茲 再次讓馬爾代夫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 他提出印度要在3月15日之前 撤出部署在馬爾代夫的 所有軍事人員 印媒和西方媒體紛紛報告 馬爾代夫的鐘擺開始搖擺 輕忠還是輕易 印馬兩國民間輿論 已經劍拔弩張 印度民間層面其實反彈很大的 覺得這個馬爾代夫 他採取了一個反映 或者是挑釁性的一個政策 這個印度版的門主主義呢 就是說印度的南亞近聯 包括馬爾代夫在內 你有事 第二 你首先要告知印度 另外一個 你這個國家 包括馬爾代夫 你跟其他大國發展關係的時候 你要顧及到印度的 所謂的這個安全利益和國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 在穆伊茲正式上任 馬爾代夫總統的第二天 他就已經對印度提出了撤軍要求 而此時 穆伊茲給出的撤軍時間表 讓印度洋上這場沒有硝煙的暗戰 進一步展開 他要在這個問題上 他會繼續堅持到底的 也是這個撤軍問題上 可以說就是沒有商量 那這一次呢 我們看到他對這個 在結束對中國訪問之後呢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呢 第一個呢 他要繼續重申 他這個觀點 第二個呢 他也是有個中馬關係的 這個進步提升 給予穆伊茲呢 一個向印度說不的勇氣 印度沒有明確的一個接招 印度外交部的聲明是這麼說的 對雙方來講 都可行的一種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說明確的 我3月15號就要撤軍 馬爾代夫上一屆薩利赫政府 以印度優先為外交導向 與印度簽署的多項協議 其中就包括 允許印度軍事人員 在法魯環礁港口駐紮軍隊 甚至建設軍事設施 這一協議被認為是印度 在馬爾代夫的軍事擴張標誌 任何一個主權國家 就不可能允許有外國軍隊 駐紮在這個本國 他認為呢 這個是不論是違反了 馬爾代夫的憲法 同樣也違反了 這個馬爾代夫人民的意願 也鎖開了這個馬爾代夫 作為這個主權獨立 所以從印度來講 他的一個說詞就是說 我這個駐軍啊 第一方面他是技術人員 他不是軍事作戰人員 第二個 我是來搬你的 我不是來侵犯你的主權 穆伊茲指責印度的目標 是在印度洋群島 建立永久軍事存在 但印度方面否認了這一說法 稱這70多名印度士兵 是負責操作和維護飛機的人員 旨在幫助馬爾代夫 偏遠島嶼上 需要醫療援助的人們 印度和馬爾代夫之間呢 它是一個單向輸出 也就是說印度向馬爾代夫 去輸入一些軍事人員 印度啊它執行的是 一個環狀的一個策略 要讓印度洋成為印度的洋 它把從印度次大陸的沿海 一直向外延伸 這間500海里乘坐是絕對控制區 那麼在這樣的區域之內 印度它是要有一個排他性的力量的 那麼500海里範圍之內 包括馬爾代夫 所以這個墨地政府 對於馬爾代夫 一系列的這種外交的溝通 包括對它這個相應的一些投資 甚至軍事力量的布設方面 它是尤其的加引號的重視 早在穆伊茲還未給出 印度撤軍時間表時 馬印就已經摩擦不斷 莫迪年初那種 看似雲淡風輕的照片 正是建制馬爾代夫的經濟命脈 這張照片宣告了印度 將在拉克沙群島 啟動一項價值超過 115億盧比的發展項目 拉克沙群島位於印度西部 與馬爾代夫隔海相罵 馬爾代夫人認為 這是印度在試圖搶走他們的範圍 提高拉克沙群島的殖民度 從而釋放此地 我們印度也有不亞於馬爾代夫 這樣一個自然環境的 這樣一個可以說風水寶地 我們下一步要致力於 把這個地方打造成一個旅遊勝地 這樣的話就像印度的 還有一個內閣部長 他甚至也直言不諱地說 讓人們忘記外面其他國家吧 今後更好地選擇去拉克沙 莫迪這是時間低點的一個選擇 絕對是有玄機的 時間他就是在摩伊茲返法之前 政治信號專門去搞了這麼一次 所謂的旅遊的一個 打著旅遊名義的一些調研 然後他坐在那裡 遠遠地看著遠方 印度媒體都猜測 他看了一個方線 是馬爾代夫的反線 所以他自發的一個信號 就是我就看著你馬爾代夫 能走多遠 網友評論稱 印度眼睛盯著馬爾代夫 心裡邊想的是中國 他真正在乎的是 穆伊茲訪華先於訪印 裡面的政治意味也是非常強烈的 他就說你馬爾代夫 很多方面都要其實離不開印度 你不要逼著印度在今後對馬爾代夫 採取得更多的強有力的措施 包括經濟開發 這是我們的軟的措施 我們還有很多印度措施還在後面 旅遊業是馬爾代夫的經濟命脈 馬爾代夫有70%以上的就業機會 來自於此 2023年有20.9萬人次的印度遊客 前往馬爾代夫 這個人口僅有55.7萬的島國 約占其全部外來遊客的11% 是馬爾代夫最大旅遊來源國 莫迪曬出照片 令印馬關係緊張之際 馬爾代夫的三名官員 在社交媒體發文貶損莫迪 稱其是以色列的傀儡 小丑和恐怖分子 印度國內尤其反應特別大 印度這方面提出了很多的一個抗議 包括印度外交部也召見了 馬爾代夫駐印度大使 包括給馬爾代夫外交部提出抗議等等 其實也是這一段時間以來 印度和馬爾代夫之間的外交關係 它不斷升級的一個反應 一個折射 從印度這方面來講 我覺得它的一個思維 它覺得它是因殖民者的繼承者 所以它就繼承了這種 這種思想就是把周邊的一些小國 作為它的一個後院 它是佛羅倫 那麼周邊的小國 處於比它低的等級 這一種骨子裡 是有這種思想在這裡面的 莫迪曬圖 疊加馬爾代夫官員 對其的輿論攻擊 兩國關係緊張程度接連升級 印度頂級旅遊平台 暫停馬爾代夫行程 印度明星紛紛抵制馬爾代夫旅遊 寶萊烏猛男 約翰 亞伯拉罕 號召人們探索 拉克沙群島廣闊的海洋生物 印度居民取消了超過 8000份酒店預訂 以及2500份機票 1月7日 馬爾代夫外交部滅火 稱三名副部長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全部被解職 三名副部長 其實都是馬爾代夫 非常年輕的政治家 可以說年輕人年輕氣盛 他們有什麼話 有時候就講出來了 在我看來也反映出馬爾代夫 這個民眾 包括選民 包括年輕一代選民 他們的一些真實的想法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來 也是對於印度的 對待馬爾代夫這種 已知氣勢 居高高在上 居高臨下這種態度 已經日益不滿了 馬爾代夫是南亞最小的國家 而最大國印度 一直以南亞領導者自居 去年11月 被印媒冠疫清華的總統 穆伊茲上任後 馬爾代夫的一舉一動 都牽動著印度的神經 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 馬爾代夫這個南亞最小島國 正在校準外交策略 謀求更穩健的生存之道 1月8日 穆伊茲啟程訪華 這被視為一次打破傳統的訪問 因為穆伊茲是首位在上任後 先訪問中國 而非印度的馬爾代夫總統 與其說是什麼反印 清華 或者有華 更多的我們想 我想以這個叫清馬爾代夫 這樣來形容 因為在他看來的話 只有國家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 他在此前接受採訪 他說了這個馬爾代夫 國家如此之小 就大國政治博物中 他容不得犯一點的錯誤 所以說他現在更多的想法 是在這個大國 比方說像中印啊 這些大國之間呢 他更好的保持一個平衡 這樣維持呢 這樣馬爾代夫國家利益 一個最大化 上一屆馬爾代夫政府 過多地在經濟事務上 依靠於某一個具體的一個國家 那麼在穆伊茲看來 這是不安全的 這是使自己的一個經濟命脈 受制於人的這麼一種政策 所以他也提出了 那麼馬爾代夫 無論是在一些能源啊 糧食啊 要這個物資的一個進口等等方面 他也要不把所有的集團 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他選擇更多的一個 合作的一個對象 那麼在經濟領域的 一個合作來講 那麼中國 所以說響狼是一個馬爾代夫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合作夥伴 另外一個 我覺得他多多少少 那麼也是跟印度 這個釋放的一個信號 就是說我可以不依靠 或者不受制於你印度的一個干擾 穆伊茲綁華取得豐碩成果 中馬關係提升為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兩國簽署了20項協議 涵蓋經濟合作 衛生 基礎設施 住房等多個領域 這兩國會有利益 因為我們都享受 所謂的主意 尊重重重重重 我們有這個主意 尊重重重重重 我們有這個主意 尊重重重重重 尊重重重 我們有一個主意 內地的主意 內地的主意 這是個 role model 任何國家 有一個外交關係 這是為何我們都很感謝 我們與中國有好的關係 中國人和摩爾代夫人 會非常利益 從這個採取的方式 到這個方法的方法 中馬建交52年 經貿關係持續發展 2010年以來 中國連續10年成為 馬爾代夫第一大遊客來源國 2022年 兩國雙邊貿易額達4.51億美元 中馬有一大橋 作為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 標誌性項目 通車五年多來 通行量已達上億人次 中國和馬爾代夫之間的一個合作 我覺得是一個 一直都是穩中有盡的 這是在實際層面 應該說是幫助馬爾代夫 改善了他國內一個 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狀況 對於穆伊茲訪華 印媒的表現是既酸又惱 印媒在報導中稱 穆伊茲就任總統後的出訪行程 令人驚訝 還有印媒對穆伊茲 則將中國視為親密盟友 表示不安 印度國內的一個輿論 馬爾代夫採取了一個 背離或者判離 印度的一個政策 他國內就是非常地一個不爽 非常不爽 這更重要的原因 你還跟中國走進 他更不爽 所以他總是以這種競爭的心態 去看待中國在他跟他民國的一個 關係的一個發展 是非常地一個不健康的 訪華結束的穆伊茲 給出了讓印度撤軍的時間表 並沒有因為莫迪的 拉克沙群島旅遊發展項目 而做出妥協 1月22日 中國科考船向陽紅03號 前往馬爾代夫港口 停靠補給的消息 再次引得國際媒體關注 印媒表示 印度軍方正密切監視該船動向 馬爾代夫回應 歡迎友好國家船隻停靠 印度的媒體進行炒作 說中國在印度蘭的一些科考船 那麼是從事一些 危害印度國家安全的一些行為 這種指責也好 猜忌也好 其實都是主無須有的一些事情 常規性的 常態性的 在印度蘭從事一些活動 馬爾代夫這邊 那麼他也做出了 這個友好的一個舉動 就是允許中國的科考船 在馬爾代夫停靠 進行的一個補給 他才證明了 那麼馬爾代夫新政府 在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印度關係呢 這些人呢 就處於一種呢 這個雖然穩定 但是還是一個下行狀態呢 南亞國家 包括印度洋的 任何的 這個與中國發展的外交關係 任何取得的這個成績成果 都感覺呢 對印度方面的一個圍堵 是印度方面的 這個可以說是失敗 這本身都是一個 零和博弈的這種思維 長期呢 在印度呢 這各界呢 作祟的一個原因 2023年10月 它已衝突升級 另一邊 馬爾代夫人對印度的質疑情緒 其中爆發 印度出局的呼聲此起彼伏 哈以衝突中 不同的立場 也讓兩國出現裂痕 馬爾代夫呢 它是一個 這個以伊斯蘭教信仰為主的國家 那麼印度呢 則是一個以印度教信仰為主要的國家 雙方的這個溝通 在過去這個宗教因素 並沒有占據一個非常 關鍵的一個位置 但在近些年來呢 這種情況似乎發生了一些變化 在中東這個加沙問題上 堅定支持巴勒斯坦的 印度莫迪政府呢 雖然是表現出一個 所謂的還是相對中立 但是呢 外界的普遍認為 它是更加地偏向以色列的 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呢 也是呢 讓這個穆伊斯政府呢 他們也認為呢 與印度呢 以往的這樣的親印度政策呢 也不利於他們調整 包括呢 進一步發展與穆斯林國家的關係 馬爾代夫地處北印度洋 距離印度南部約600公里 島內很多居民都是印度人的後裔 這個由26組自然環礁 1192個珊瑚島組成的 南亞秀珍島國 猶如造物主 灑在印度洋上的珍珠 以其豐富的海島資源和文化特色 吸引著全球遊客 其陸地面積只有298平方公里 人口為55.7萬 它不僅是印度戰略安全的門戶 也是印度成為大印度聯邦的基石 幾百年來 荷蘭人 葡萄牙人 法國人 英國人 都相互對馬爾代夫 進行過不同程度的 可以說佔領 侵略 都是看中了 馬爾代夫重要的一個地理位置 印度基本上80%的 可以說這個貿易 都是來自印度洋的 馬爾代夫又是在地理位置上 又是一個惡守 印度洋的一個戰略要衝 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印度也不希望這個地方 也受到域外的任何國家的影響 所以說它也是獨立以來 也是千方百計的 要想像與馬爾代夫的 一個安全聯繫 安全合作 回溯歷史 馬爾代夫和印度 有著複雜的政治關係 同是從英國殖民中 獨立的難兄難弟 當馬爾代夫在1965年 脫離英國獨立時 印度是最早承認馬爾代夫 並與其建立外交關係的 國家之一 1988年 馬爾代夫發生政變 叛亂規模雖小 但時任總統佳搖母孔 於失去權力 便向鄰國印度求援 我們知道馬爾代夫 是一個海洋國家 然後整個國家 面積也小 人口也少 它到現在為止 它其實包括所謂的 所有防衛力量加到一塊 不到3000人 就是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專屬的 一個正規的就署名的國防軍的 它也就是說是一個防衛力量 在這個問題上 給馬爾代夫面臨的 包括內部一些如果有騷亂的 像1988年這種 軍事政變的這個情況下 確實馬爾代夫 他是自己感覺作為小國 是沒有力量保衛 自己的無論是主權 領土 包括政權 安全的 馬爾代夫這場內亂 給一直寄予掌控南亞的印度 帶來了機會 印度立即派遣了1600名散兵 空降馬爾代夫首都馬類 迅速平息了這場政變 此後 馬印關係 發生了實質性改變 至此 兩國開始安全防衛合作 馬爾代夫總統加姚姆 在位30年之久 馬類完全倒向新德里 隨後十多年 馬印關係的親疏遠近 跟隨總統的換屆 左右搖擺 2018年 親近印度的 薩利赫政府上台後 陸續與印度簽訂了 多個合作協議 包括備受爭議的安全合作 這也是被馬爾代夫 包括現任的馬爾代夫的政府 包括穆伊茲 包括很多的民眾 可以說詬病的 說這個安全合作協議 背後還有一些 沒有公開的一個內容 其中就包括印度海軍 這個軍艦可以在指示說 知會馬爾代夫當局的情況下 就是說不需要得到 馬爾代夫的同意 就可以派入軍艦 進入馬爾代夫的領海 和海洋專屬區 如今被穆伊茲 嚴令驅趕的印度軍人 正是從薩利赫執政時期 開始合理敦居在馬爾代夫 這些舉措讓外界質疑 印度是在借機干涉 和馬爾代夫的主權 馬爾代夫前總統亞明 曾公開指出 印度的真正目的 是要加強對馬爾代夫的控制 利用馬爾代夫 在印度洋的戰略性地理位置 在野黨指責薩利赫 把馬爾代夫出賣給了印度 印度總理莫迪 2014年上台之後 他提出了一個 鄰國優先的一個政策 那麼印度的鄰國優先 很大程度上 是變成了印度的印度優先 就是因為他在強調 鄰國優先的同時 他又給這些國家 施加了過多的一個影響力 或者是一種干預 並沒有贏得 這些周邊國家的一個好感 不久前 有印媒直接點出 印度正面臨日益嚴重的 淋漓困境 印度與其鄰國之間 陷入了控制與反控制 干涉與反干涉的困局之中 巴基斯坦指責印度 印度通過扶持筆錄之分離勢力等 對巴搞國家恐怖主義 尼泊爾 斯里蘭卡 不滿印度干涉內政 近日剛結束大選的孟加拉國 甚至也效仿馬爾代夫 開始喊出印度退出的口號 印度特別擔心 就是馬爾代夫 他採取了這種 舒染印度的一個政策 敢於跟印度交板的一個政策 被其他國家所效仿 這也是印度為什麼 他現在非常緊迫地 跟馬爾代夫搞這個高級別的 一個核心小組的一個對話 來尋求怎麼樣更好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跟馬爾代夫 未來一個階段的一個關係 13日 穆伊茲發言表示 馬爾代夫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後院 印度洋也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我們可能很小 但這不意味著任何人 有資格欺負我們 儘管多年來 印度向馬爾代夫提供了 慷慨的財政援助 但穆伊茲表示這是互利的 目前 馬爾代夫只有一種優先 那就是馬爾代夫優先 馬爾代夫政府 在處理對印關係方面 它會非常的謹慎 一方面就基於當前 兩國的經濟合作的框架來說 印馬之間間責責關係 對於馬爾代夫來說 還是非常重要的 馬爾代夫的包括食品 一些重要的必需品 還有很多都是來自於印度 另外一方面 就是雙方之間的人員往來 還是比較頻繁的 而且印度也是 馬爾代夫旅遊業 非常重要的一個客源地 所以我們看到 那麼穆伊茲政府 它更多的是站到一個客觀的一個角度 馬爾代夫不會在任何兩個大國之間選邊站隊 我覺得它很大程度上是從它自身的一個國內政治 以及在大國博弈中一個小國的生存策略 在這個角度來提相關的 就是說漸低印度的一個影響力的一些舉措的 背後的一個動機 它應該更多的是彰顯它自己的一個獨立自主 你說它會不會考慮到 它自己的一個利益的一個損失 或者它現在採取的政策到底能走多遠 會不會引起印度的反彈 如果印度反彈之後 馬爾代夫會不會有相應的一個退縮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馬爾代夫的風光如天堂般 大概是許多人心中最遠離紛爭 遠離地緣對抗的伊甸園 但當手裡拿著槌子 看什麼都像是釘子 在抑鬱謀求更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的 印度眼裡 馬爾代夫想要獨立發展 就是要選邊站 有分析說 翻開印度和馬爾代夫的合作 有駐軍卻幾乎沒有經濟和民生 而經濟和民生恰恰是 現在的馬爾代夫想要追求的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 詞文章《鳳凰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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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文章《鳳凰聚焦》